PG 滾地球在左半邊 來看到有棘手反手接到再往一壘 船來不及了 這個位置要張立成處理起來 是比較困難的 畢竟城市更正 陳秉潔他是左打者 而且陳秉潔也是有一定的速度 所以這個整體的拋壘的速度 是絕對有機會能夠形成內岸打 中間方向的飛球 來看到森浩偉 最後是沒有辦法能夠把球給接到 在九顆球的纏鬥之後 可怕低調的王者李凱威 今天第二隻安打 這會讓四孔投起來非常不開心 沒錯 這個 投手真的會 那個情傷再好的投手 都還是會受到一些影響 尤其是投了這麼多球之後 最終還被吉成安打 那剛好落地的位置比較尷尬 所以時候我也做了比較保險的選擇 是 很明確喔 尤其在往前站 是一定會在點喔 哇呢這一回呢 二三壘的跑者都要往前推進 郭天馨在第二個打氣的短打 把隊友都往前送 一個壘包 一出局 龍隊進站到二三壘的位置了 郭天馨這個月十七號 唉唷這一球 看到李偉先鎮臂吶喊 不過還是要先等隊友把球接到猜 可以開始 唉唷 猜剛說完 這吶喊 太早了 哇 董子恩這下子 什麼事大條啊 是 最重要是 我們剛剛前面提到喔 在接這種 風 今天風相對來講比較大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董子恩在移動的過程中 他重心是比較偏高啦 所以整個在看這個球的時候晃動就會比較大一點 哇 真 哇 結果呢 失誤之後 要付出代價 第一分回來 不成問題 第二分也要回來 所以董子恩剛才 沒有辦法把球接起來 真的會讓 漢將的 投手陳勢鵬 頭很痛喔 是 哇 那你面對 吉利吉他這種等級的打者喔 呃 一個打擊裡面 你要看到他十打兩次的機會 就比較沒有那麼高了喔 所以 第一次沒有掌握到真的 第二次 就有效的去掌握住了喔 吉利吉他賺進了 今年第71跟72分打頂 也幫助龍隊喔 2比0 所以 真正躲過一截的是 不是吉利吉他拱罐 不是太完美了